我们常听一句话 福佑子孙 父母都希望子女成才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于是就把自己做不到的希望 全压在孩子身上 希望儿女发财做官 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光有希望是不够的 要知道功名富贵 是一个人的福报 没有福报 所有的希望形同虚设 知道这一点 就应该多培养福报 自己积福给孩子积福 但今人无知 溺爱子孙对孩子交生惯养 锦衣玉食 殊不知人的福报是有限的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都是带着自己福报来的 佛教讲 无业不来婆娑 婆娑就是指的 我们这个世界 同样的道理 没有福报 也来不到婆娑 人有福报大小 就算是乞丐 也有自己的福报 因为身为人身 本身就具有大福报 人生一世 就是一个消耗福报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能够懂得 积功累得 人生就能顺利 福报想之不尽 命中之后 还可以福音子孙 懂得了福报的道理 就应明白 从小给孩子 吃好的 穿好的 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些行为 是在折损孩子的福报 自己还浑然不知 似乎忘了 教育孩子的初衷是什么 不是希望孩子 能光宗耀祖吗 看看现在 孩子长大后 唯我独尊 败坏家风 现在这种现象 比比皆是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就是父母把孩子的福报 提前用光了 很多人都认为 命运是天注定的 孩子出生在什么时辰 和什么样的家庭 决定了孩子 有怎样的命运和福报 觉得再好的时辰 和家庭里出生的孩子 福报就深 命运就好 殊不知 福报和好运 是和人的行为 信息相关的 古人云 人为善 福遂未至 或已远离 人为恶 或遂未至 福已远离 所以说 福报和好运 并不是命定不变的 它是根据我们的行为 或增或减的 或想 大概没有哪个父母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事业有成 大富大贵的 但是 富贵 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 它是需要靠福报 去积累的 但你知道吗 父母日常的这些行为 也会折损掉孩子的福报 让孩子福气变薄 好运减少 一 父母用脾气管教孩子 气势汹汹的 对孩子是又打又骂 让孩子的事情 按照自己的标准做 不讲道理 难宽恕孩子 父母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不但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也是在折损孩子的福报 孩子来自父母 跟父母是一体的 再说 他也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你不尊重他 处处要求他 打骂他 孩子的心里 难免没有不平的情绪 时间久了 他还会埋怨 或是记恨父母 这种对父母不尊敬的行为 也会让他失德 折损他的福报 二 父母过于溺爱孩子 世事以孩子为主 孩子六七岁了 还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 给他追着喂饭 穿衣服 孩子成了家中的小少爷 小公主 父母或是老人 却成了他的老妈子 到处围着伺候他 这种行为 不但会让孩子 失去自理能力 还会让孩子养成贪图享受 不懂感恩和笑的心理 同时 父母和孩子这种颠倒的地位 也会提前折损掉孩子的福报 孩子根本承受不起 三 过于富养孩子 即使经济条件不好 苦着自己 也要富养孩子 给孩子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 在这并不富裕的境遇下 孩子也本应该跟父母 同甘共苦的 你却还让他过于消耗财富 就是在折损他的福报 俗话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出生在穷苦的环境下 正是让他来历练 修行这方面的品行的 父母的这种行为 不但帮不了他 反而会害了他 不但会让他养成 不能脚踏实地 爱攀比的性格 在日后 这些所有的不良性格心理 会更加折损孩子的福报 继而 让孩子成为了那个 贫苦 没出息 难成大气的人 要想留住孩子的福报 培养人才 以下三点要牢记 并予以改正 第一 人的福报 时有定数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定数也是真实存在的 佛说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前世的善恶也 形成了今生的定数 那么今生的行为 也会改变今生的命运 只要 众善因 自然结善果 易经所讲的 屈及避凶 就是众善因 得善果的道理 对于小孩来讲 还没有对社会有所贡献 小时候所有的享受 自然就是自己命中的定数了 吃的穿的 都是过去的俘虏 如果再加以浪费 那福报折损得更快 现在轮长颠倒 本末倒置 小时候不让孩子吃点苦 反而穿最好的 用最好的 看似对孩子好 实则 在折损孩子的福报 无论是自己 还是对孩子 穿得不必太奢华 保暖就行 学校也不必是贵族 只要老师有德行就行 这都是正常的 合理的 不应过度 消耗自己的福报 第二 福报有限 知福西福 佛家历代高僧大德 尤为重视福报 他们穿衣能避寒就行 吃饭能果腹即可 我们如果能一面造福 一面西福 福报则会大幅度地上升 不知道西福 过得生活奢侈 会形成一连串的副作用 因为奢侈 因为奢侈必然多欲 欲望过多 德行就会越来越下降 最终毁掉子女的前程 懂得西福 才会福泽绵长 第三 父母积德 父母积德 儿女受益 现在很多父母会对孩子讲 你要怎样怎样 我是不行了 全靠你了 其实父母能帮孩子做的事很多 甚至可以帮助孩子考上大学 听起来好像很离谱是吧 这一点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古人讲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父母积德 子女必然受益 人行善 天地之 必得福 我们看看历史 有些富贵家族 延续一段时间就衰败了 有的长久不衰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就是福德问题 没有福德 再努力也不能得尝所愿 只有积累福德 才能兴旺发达 无论大人 孩子 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间 都是带着过去的福禄 福报过来的 是有定数的 每一个有生命的众生 一生能吃能用的一切 都源于前世的福报 福报尽 则命中 因此 要积福西福 福报有限 西福不贪 古人对珍西福报 尤为重视 他们吃饭能果腹即可 穿衣能避寒就行 其他的 从来不讲究 得到需要的是福 贪求过多的是累 得到未必就是享受 拥有的财富再多 享受的 也是寥寥无几 要知道 娇奢必然多欲 多欲则无德 这不是爱护子女 而是毁掉子女 父母积德 儿女受益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一个行善的家族必定有福 而这个渔福能够因毙子孙 而如果造了很多恶事 那这个家族不可能长久 子孙必定遭殃 父母为孩子留下的最大财富 不是金银财宝 不是经典书籍 而是福德 福报 前人灾树 后人成良 先祖有德 福音后人 人作善行 人作善事 天地良知 必有福报 这样 子女慢慢地受到父母的熏陶 自己也会明白这个道理 余生儿女 也能用这个道理 过好自己的一生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聆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每一个支持 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